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大家繼續收聽我們今次的節目 是智力更新 我是李永康今集和大家的主持 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 我們也繼續請到林冬醫生成為我們今次的嘉賓 我們今次討論的題目就是 預設醫療指示 大家可能對林冬醫生也有少許認識 因為上次林冬和大家分享過很多關於安樂死的課題 但今次對香港人來說 可能比安樂死更新鮮 起碼在輿論界都有人討論 是斌仔這件事情 大家都開始有少許接觸過 但預設醫療指示 反而很多香港人都不太清楚 或者我先請我們嘉賓林冬醫生 或者先跟大家講解一下 什麼叫預設醫療指示呢 是 大家好 我是林冬 我是香港性格研究中心的嘉賓 今次我們的題目就是預設醫療指示 大家可能對這個課題都比較陌生 其實預設醫療指示是一份文件來的 其實它的定義就是當一個病人清醒的時候 他就寫下自己的意願 他想接受什麼醫療護理方案 以及不想接受什麼醫療護理方案 當他們在精神上沒有行為能力的時候 例如昏迷 變成殖民人的時候 醫生就可以遵從他的意願 有一點像遺囑的 所以英文都叫做A living will 只不過這個是一個叫做醫療上的遺囑 不是一些我們叫做財產上的遺囑 其實預設醫療指示都分為兩種 一種就是書面指示 另外一種就是醫療代理人 那麼書面指示呢 在香港這個可能會稍微多少少人認識 因為在2006年那個時候 香港的法律改革委員會呢 曾經就談過《遺囑醫療指示》這個題目的 那麼那個時候呢 就鼓勵香港呢 就用個非立法的方式去推廣《遺囑醫療指示》的 就是用書面方式寫下你的意願 那麼通常呢 那些意願呢 都是說一些臨終的醫療程序來的 就不是一般的 你說你有些什麼病 你去看醫生的那些意願 都是說一些臨終的 現在說的《遺囑醫療指示》呢 都是在幾個方面應用的 譬如你是一個長久性的昏迷 你變成植物人 或者是去到生命盡頭的時候呢 才會看這份《遺囑醫療指示》 就不是說在任何時間都會看的 那麼看這份《遺囑醫療指示》那時候呢 我們就會 最主要就是 會提到的一個名詞就是 《維持生命醫療》 那麼上次我們都提過 《維持生命醫療》就是 凡指所有在你生命盡頭的時候 所有的醫療程序呀 包括了心外壓呀 插口呀 或者是用抗生素呀 用起薄器呀 一些手術的程序呀 等等等等 那麼 這個就是《遺囑醫療指示》啦 那麼醫療代理人和《遺囑醫療指示》 有什麼不同呢 醫療代理人的分別就是 我們去 就是 找一個人 幫我們下決定 譬如當我們昏迷了 或者是去到 剛才所說的三種情況 就是臨終呀 不清醒 再加上 昏迷或者變成了植物人 那時候 就有一個第三者幫我們下決定 那麼通常這個第三者 都是自家人的 不過現在用一個正圖 正規的途徑 就是 在一個法律文件那裡 正式地寫下 我們想找哪一個人 做我們的代理人 幫我們下決定 那麼 那麼 都提過啦 2006年軍事法律改革委員會 就 建議 在 用非立法的方式 去推廣這個 遺囑醫療指示 其實 在 2010年那個時候 在香港的 食物衛生局 都推出了一個叫做 consultation paper 或者諮詢文件 是關於 遇刺醫療指示的 那麼那時候 後來就沒有了下文啦 但是 那時候推出的文件 就已經有個範本的啦 就是說 遇刺醫療指示的格式應該是怎樣啊 包括了些什麼資料啊 這樣我們 應該是 怎樣去做這份的文件啦 這樣 那麼醫管局呢 就 就根據那個範本 其實都已經弄了一份叫做 遇刺醫療指示的啦 那麼 那個遇刺醫療指示 包括了些什麼資料呢 最主要你的個人資料先啦 譬如你的出生日期啊 你的身份證號碼啊 你的名字啊 那樣 那樣 就有些定義啦 寫下了 包括了我剛才說的那三種情況 就是你的臨終啦 就是 當你不清醒啊 呃 嗯 昏迷啊 長期啊 哇 不是短暫時間啊 再加上 你變成植物人的情況之下 他給了一些定義在這裏的 那 在這些 三種定義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就 呃 會 呃 就是 就是用這份遇刺醫療指示啦 那麼 那個 寫 呃 寫遇刺醫療指示的那個人呢 就可以 在那份文件上面寫下 自己想要哪一些的 維持生命醫療啦 或者不要啦 或者是完全不要啦 啊 或者甚至他有些特殊的要求 譬如他有些特別的病例 呃 那 呃 想要有些 醫療的程序想不接受的 又可以寫下啦 那 醫生就可以根據他的 要求 就 在他 就是 去到 剛剛說的那三種情況之下 為他進行一些 治療啦 那 呃 這份文件 是 那 我手上呢 就有 立法會 的 會議紀錄的 嗯 我知道 整個諮詢呢 就在2010年 就已經完成了 嗯 那當時呢 就在 2012年呢 就 有個立法會議員 就是梁柳柚芬 女士呢 就是問當時的 事物及衛生局局長周英岳的 那 就問他 既然你諮詢都完成了 有齊了 架式了 為什麼不啟動那個 立法程序呢 那 當時 周醫生呢 就說了 這個 這樣的 諮詢文件 雖然完成了 但是那個 諮詢結果 他就不會 公布出來的 他都是 只是收到52份的 團體報告的 嗯 那其實 現在政府的立場 基本上呢 就是 不會是 傾向硬性立法 去做這件事的 其實主要是給你一個格式給你 給你一個表格給你 你自己決定做還是不做 所以連最後的諮詢文件 完成了的報告都沒有出現 那 法律改革委員會呢 我剛才聽到所說 他都是希望可以用一些非立法的方式 去推行這件事嘛 那 那 分別就是 不是說你沒得做 他照樣都可以做的 但不是說立法規定你一定要做 那分別應該是這樣的意思 是吧 我們有這種的情況 我也有這種的需要 那 但我不需要用立法規定你病人 一定要做這件事 那 在我們的次力更新 那裡 我們一直有很清晰的立場 我們都是贊成 就是法律越多就越好 越少越好 因為 因為有一個很出名的法學家 Sir William Blackstone 他應該是贊社英倫法律的 這位法學家 他曾經都說過 法律越多 公正越少 那麼有時候你也查到 這句是原子可能一個 一個羅馬時代 一個法學家 Cicero 那麼總之 我們都認為 現在的香港 現在很多的文明地方的人 其實那個趨勢 就很多時候 有什麼事都希望 找一個政府 找一個當權者 來保護他 那麼我覺得 這是一個錯的方向來的 我們香港建好大行動 我們一直都希望 我們自己要做事 不要主要靠政府幫我們做事 那麼在當時 其實可能最後的結論 都是不應該用立法 所以沒有做到 還有 就是當時 那個時代的人 是 是 值不值得為這件事立法 因為其實 立法會也有很多事做的 日本局局也有很多事做的 很多事情都是要上立法會去表決 和通過的 是 但是 即是靠彼得為這件事去做 我相信這是他們考慮的原因 即是值不值得立法 一定要人做 分別的事情 其實做已經包括有人做 在醫院某程度上都可以做 如果你的私人 任何人在香港入院的病人 其實他都可以做 在法律上 他是有權做這件事 是 其實在法律程序上的做法很簡單 病人要自己簽署 另外就要找兩個見證人 其中一個見證人 就必須要是醫生的 這個很特別 就是不需要律師的 只要是一個醫生就可以了 另外一位就可以任何第三者 那 那 如果作廢的話 就可以 口頭不錄的作廢 那 也都需要見證人 就一個18歲以上的見證人 見證作廢 那 這份文件 都是由病人自己儲存的 那 其實有很多人 在 都問過我這個問題 就是說 他怎樣可以令到一些人 知道自己有一份 這樣的文件 那 我們現在 的做法呢 就是 會給一個 類似 器官捐贈 這樣 給病人有一張 叫做 卡 代表 告訴別人 他自己有一份 遇刺醫療指示 這樣 那 其實 遇刺醫療指示 在香港 的普遍認知程度 剛才 袁大明 都說得很對 那 就是 其實很低的 那我們自己中心 都做過一個調查 就發現 那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其實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 遇刺醫療指示 那我們那時候 就在 十一月 去年的十一月 十一月 十一月九日 到十一月十六日 我們就 以 隨機抽樣方式 就訪問了 三百二十個人 那 他們 其中 九十九點三百分之的人 就是 差不多 全部人 只有兩位 知道 知道 這是什麼 啊 所以 剛才這樣想 我覺得 好像大部分人 都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遇刺醫療指示 是什麼 如果你 因為遇刺醫療指示 某程度上 雖然字眼是很清晰的 但是 如果你說 你不要用這個字眼去問他 遇刺醫療指示 你有沒有權 你願不願意 你有沒有聽過 如果我有病嚴重的時候 我希望 就不要強行救我 這個概念 我相信很多人 都知道 但你說 一種程序 一種文件式 是表達 很多人 真的不太知道 但你說 我相信很多人 都會這樣說 我死了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強行來 不要強行救救 其實很多人有這種意識 但作為一種程序的文件 我相信 認識的人 就會更加少 剛才 林醫生提到 他説 現在如果做 是需要 一個人自己簽署 總之需要一個 兩種見證人 一位是需要 一位醫生 加一個普通人 反而律師 就不需要願望 但是 如果我們說 根本就沒有法律的認同 起碼沒有立法 要求我們做 那你曾經所說的 那種規則 是誰定出來的 一定要有一個醫生 加一個人 兩個見證人 那這個是 是不是一個 過去其他國家 融開還是怎樣 這個是香港 食物衛生局 和法律改革委員會 的建議 其實他們 有提出一個反本 因為每個國家 你如果看回英媒 它有很多不同版本 它有很多不同版本 它們的範圍 包括了很廣泛 有些就 除了你的醫療程序之外 它連同其他的心靈 它想要什麼 宗教意識 形式的輔導 都會寫進去的 嗯 那 那 但是在香港 因為暫時 我們 就沒有什麼 私人機構去做這個 因為外國 在 我所知 在美國 遇切醫療指示 大部分都是由私人機構去做的 他們呢 就有一個法例 就規定了 就購買醫療保險 那些人呢 就必須要有一份 保單可以賠少一點 我想 那個醫療成本 是一個很大的考慮 因為 大家都知道 因為 很多 維持生命醫療 很多都是一些 我們 醫學界叫做 沒有用的治療 就是 不會挽救病人的生命 但是 只會令 惡劣的情況持續 但是 不會挽救 但是 那些成本 就很貴 那些醫療 那 所以 我想 這個是最主要的 為什麼 在美國 就規定 買保險 那些人 雖然有一份 醫療指示 其中一個原因 那第二個 當然是 一個 尊重病人 自主的原因 就是 每個病人都應該 有自己的自主權 去選擇 所以 想要或者 不想要什麼 這個是一個 病人自主權 充分的表彰 就是 你可以 自己昏迷的時候 都可以跟醫生 說下 你自己想要什麼 不想要什麼 其實是一個 病人自主的充分 表現來的 那 在現在這個情況 可以這麼說 也沒有法律的方式 在外國 我相信 我相信 都不會有法律 一定要這樣做 只不過 因為 保險公司 在他們 經濟的背景之下 他就覺得 應該切藍 這件事 其實不是一件 不好事 你說他需要省錢 沒事的 他省不了錢 你就保險費 多些 就是剛才 林醫生說 其實很多這些 臨終的 維持生命 可以這麼說 是不會令到你活到的 即是活長一點的 即是你可能活長一點 但不會令到你 即是醫得回你的 很多情況都是這樣的 所以 即是 在明白道理的人 有時覺得 都不應該做 你已經這麼辛苦 還要捱久一點 在人道立場 其實如果你真的明白 都不應該在這方面 堅持下去的 好了 剛才你說 其實醫療費用那邊 是用很多 我在前一陣子 都不是很久以前 一兩年之間 我在電視 有一個節目 一個英文台的節目 他也說到 在美國 很多病人 在臨終的時候 用的醫療費用 差不多是佔 總醫療費用 大概30% 可能我記錯了 總之都是一個 相當可觀的數字 當時他們訪問幾個醫生 在醫院 其實是說Dartmau Dartmau Medical School 有個團隊 他們都覺得 其實很多時候 是浪費這個醫療的資源 但大部分病人 都不明白 他都覺得 要盡量做 做得多少做多少 但結果 其實很多時候 是一個浪費 其實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 表格 今天是在這裡 上網 按按鈕 填表格 很簡單 不是複雜 跟捐贈器官卡 沒有什麼分別 哦 直接上海 香港政府的網頁 已經有在這裡 在資訊文件那裡 雖然當時到2010年完成之後 其實當時的決定就是 不要立法 其實是有決定的 他都做完了 但結論是 我們都不要製造那麼多法律 法律越多公正越少 法律的社會問題越多 所以 好了 即是說 在格式上 做法方面 有規矩地去做 其實政府已經安排了 直接已經有了 你跟著做就行了 好了 如果萬一 好像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這是什麼一回事 或者去到醫院的時候 他口頭地說一下 這樣行不行 其實口頭 一般來說 現在醫院 醫生都會尊重家屬的醫院 和病人的醫院 但是問題就是 病人去到昏迷那一刻 他就 他未必知道自己 預計到自己會什麼時候出現 這樣的情況 譬如他突然間 中了風 中了風 他昏迷了 他根本沒有機會 表達過自己的意願 嗯 那 在這樣的情況 通常在現在的現行情況之下 醫院就會咨詢他的家人 但是很多時候 家人的意見都分歧 因為 他們都未必 跟病人有談過 相關的 決定 或者行為 其實我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 去喚醒 香港人 對這方面的重視 那 他真的去簽署一份 正式在 就是 除了自己 其他生活的 財產 很急於 那份遺族 之外 關於自己身體 健康 或者自己的 醫療方面 都可以很認真地去考慮 設立一份 這樣的遺族 嗯 到自己真的 有一個問題發生的時候 你的醫生 你的家人 都知道怎樣去幫助你 那 我覺得這方面 林醫生剛才這樣提提 我都突然之間都覺得 是的 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方法 因為很多人都沒有什麼機會 真真正正的了解 或者探討 我們現在的整個醫療制度之下 我們是怎樣跟他們 如何互相互 那 如果大家去想一想這個問題 其實 令到我們是無意之間 有意之間 是真正正去面對 香港現在醫療問題的價值 醫療的費用是很高的 很多人都知道得來 也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搞一下 那你現在看到了 如果我們繼續做一般人的做法 現在平均美國 百分之三十的醫療費用 用在最後的掙扎期間 用完 結果是浪費的 那如果我們大家有機會 去面對這個問題 做這個預設醫療指示之間 其實他會開始明白 我們現在醫療的代價是怎樣 是非常之大的 那在這方面的教育 其實我覺得都非常之值得 雖然 李永康的指出 其實政府衛生署 醫管局 其實都有這些的格式 那我相信一般的香港人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數據 到底有多少人 真的用來下載了 那你以前在醫院裡 都做了很多年 其實在醫院 我相信在坊間 應該沒有人可以寫這些 沒有 可以近乎沒有 但是醫院的使用率也不高 因為其實這些 雖然說 你曾經提到立法會令更多問題發生 但是如果不立法 根本 我相信一般人根本都未必會考慮 每次立一份醫療指示 所以我不是暫成 用立法形式去規管 不過我覺得這個 需要做多些推語 在現階段 如果不是一般市民就不知道 是什麼 到了他們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他們有很多爭執 因為根本病人的意願 就沒有人曾經問過 或者表達過 其實這份文件 就幫助一些 所有健康的人 在他身體還健康的時候 去考慮一個這樣的問題 反正你這麼不幸 因為人生都很無常 你會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希望自己變得這麼差的情況 但是當你真的變得 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在你身上的時候 人家應該怎樣幫助你 你自己會怎樣自處 或者你怎樣 用這樣的態度去面對 都希望透過這份文件表達出來 其他人在處理你的想中的願望的時候 都有一個依據和憑據 上一節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會繼續今天的自力更新 討論的預設醫療指示 休息一下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好了很快回來今天的自力更新這個節目 我們今次的題目是預設醫療指示 除了我袁大明做主持 也有我們大家認識的李永康 我們今次的嘉賓是林東醫生 好了我想繼續問 香港企圖立法 但結果可以這樣說 可以說是不理了知 其實沒有正式做到的 沒有正式立法推行預設醫療指示 那在其他國家 有什麼國家在做呢 林醫生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想做得比較全面的國家 可以數是美國 美國在州政府和聯邦政府方面 都有相關的法例 譬如我講一下州政府方面 第一份預設醫療指示是在1967年 其實那份預設醫療指示的目的 都是跟現在一樣 可以讓那些碎死的病人 可以控制自己將接收的醫療護理方案 但是在1968年和1973年的方案 都被國會否決的 去到1976年 加州就正式成為第一個 成功引進這個法案的州份 那隨著加州的成功引進這個法案之後 一年之內有43個州 考慮了立法 其中7個州就通過了 現在到了1992年 全美五十個州都成功立法 已經 那 那 關於預設醫療指示 在新澤西州高等法院的案例 是第一次確立他的存在價值 那這次法庭正式決定 一個病人的父親 可以幫自己病中的女兒 停止呼吸機 那這個就確立了醫療代理人 因為你知道那個病人 就沒有了自決能力 那他 曾經 將這個 醫療指示的決定權交給自己的父親 那那個父親可以幫他 決定停止呼吸機 確立了醫療代理人 那 在聯邦政府的層面 眾議院 在1991年 就通過了病人自決條例 那 所有醫院 必須確保 接受醫療保險的人士 已經有預設醫療指示 那 但是在九十年代之前 那時候聯邦政府都認為 預設醫療指示 只需要在州政府層面運作 就可以了 直至到九零年 聯邦政府 同意受理一宗 關於預設醫療指示 合法性的案件 那 最終法庭 接受了個人 有權拒絕 維持生命醫療 那 這個案件之中的決定 是 停止衛後衛指 那 這個案 在聯邦政府層面的案件 就確立了 書面和口頭指示 那 因為病人 自己寫下書面指示 說自己 在某些情況之下 就不想接受 胃口的位置 那 現在呢 在全美國呢 有五分一的人口 已經有預設醫療指示 那 有五分之四的人口 是沒有的 而已 不過 其實也是大部分 那 但是呢 比起其他 很多其他的 世界上的國家 那個 就是廣泛性 已經是大很多的了 那麼 在美國呢 是有些 私人機構 是印製一些 的預設醫療指示的 那麼 他們的預設醫療指示 就會以一個 很 就是 很便宜的價錢 賣給普羅大眾 這樣 就是 譬如說是五元美金左右的 買個表格 對 買個表格 就是 香港不同 香港就是因為政府 免費提供買 但是 在美國呢 你就需要 去 買一份這樣的表格 那麼 價錢都很便宜的 那麼 我知道 有一間機構 所買的價錢 就是五元美金一份 如果你買得多 還有一些便宜一點 那你不會買那麼多 全家一起用 哈哈哈哈 有些便幫 就是 某些團體的人 訂購 這樣便可以買得多 那麼 五元一份 那 那當然 就不包括了 就是幫你 簽證人 或者是 律師那些費用 那些費用 那些費用 就另外要自己付 好有趣 你的事實就是這樣 在美國呢 反而 預設醫療指示 在加州 1976年開了先例 很快 一言之內 很多其他的州 都跟隨了 那就是說 預設醫療指示 在美國呢 是已經普遍上 都實行了 雖然 只是五分之一的人口 真真正正是做了 五分之四是未做的 那為什麼會美國 這方面會這麼熱衷去做這件事呢 其中一個很明顯的原因 是美國醫療費用 全世界最高的 美國醫療費用 是差不多 比軍費更貴 那今時今日的美國人呢 可以這麼說 香港人會為地產做奴隸 美國人就為醫療保險做奴隸 我認識很多家庭 一個家庭的一般醫療的保險 差不多 一千五百元 一萬多港幣 只是醫療保險 那很多家庭說 我不能夠退休 原因不是 我不夠錢退休 我是不夠錢 繼續買這麼廣貴的醫療保險 好了 美國是一個這樣的環境 這樣的情況 於是就有導致這些 這樣的法律程序 比較可以說是帶領的 但問題是 雖然有這些這樣的熱衷醫療指示 美國的醫療費用 都沒有任何減少的跡象 那當然 可能問題就不是熱衷醫療指示 是導致美國醫療面臨破產的階段 好了 那我就想起了 譬如我預設醫療指示 我們經常想著 指示就是不要做什麼 其實在理論上 其實我也可以指示 你要出盡辦法 死保我的命 那也是一種預設醫療指示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所以 那我就想起了 那出戲 在電視的片集 其實是討論 美國一個達謀醫學院裡面的幾個醫生 來討論這個問題 也很明顯 很多人都是死都要殘餘 尊重辦法 遇到醫療指示 才說明 你不准放棄 你怎麼都要繼續做下去 所以這個問題 我覺得真正要教育 對大家對我們的醫療的能力和局限 有一個比較現實的面對 這個教育的程序 我發現這個反而很重要 要不然你這樣立法不立法 其實我似乎都不是那麼大分別 還有很多時候 做醫療指示的時候 這個人是非常健康的 非常之正常的 但你沒辦法想得到 當你不健康不正常 身體要靠呼吸器去維持你的生命的時候 其實是很辛苦的 因為你沒辦法感覺到 難道你無緣無故做呼吸器給自己試試嗎 不會的 你說得很對 其實是 但正如我剛才舉個例子 你在健康的時候不想 但你未必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你正式去考慮 那譬如 剛才我舉的例子 就是中鋒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等一下腦日出血 那腦出血 就在那一剎那之間 你就整個人昏迷了 你根本就沒有機會 去跟別人表達任何的意願 對嗎 這個是最好的例子 其實 但是很多時候 雖然你自己未經歷過 但有時候你見到人 你見到家人 見到朋友 中了風之後那種情況 睡在床上睡到 原來睡幾年 肉都爛了 這些我相信都有 這些經驗很多人都有 你會見過 你會聽過 你會看過 但人有一個劣根性 就是 未必是這麼好的 是我的 那不要緊要的 萬一是 那你就要做什麼 做什麼 到時候那人就這樣 萬一是 萬一是 那時候就算了 我相信林醫生 你推廣這件事 推廣這件事 一定遇到很多這樣的人 是啊 其實很多人 都是比較臨時觀念 一般人都是 其實 他未必會幫自己安排 未去到老 大部分會考慮這件事的人 都是老人家會多些 但是我所遇過的 都有一些年輕人 就是對自己的醫療 健康 就是很著緊的 都找我去做這份文件 都有 少些 但是都有 嗯 是啊 但是你看 可以用其他國家的經驗 借鏡 那將來的 推動力 可能都是醫療保險公司 他一定會 建議下 受保的人 其中一個條件 你都需要作出預設 醫療保險的指示 就像外國這樣 相對香港 如果將來 真的政府 慢慢地把醫療保險 慢慢地被人負擔一下 分擔一下 不是卸博 將來的醫療保險公司 可能都會走這條路 是 尤其說現在政府 快要推出一個醫療保險的 就是醫療保險的 資訊文件 那 我想在很短時間之內 就會推出的了 其實 這個 都是一個好的時間 向政府提出 全面實施 一個如此醫療支持的機會 當然 用這些方法 就有幫助市民 去簽署這份文件 但是 我希望 我們中心所做的目標 就是希望 大家因認識 因了解 而去 設立 不是因為人家迫著你 要設立 你才去設立 那 所以我們就 在這方面 希望通過不同的媒介 去做一些宣傳的工作 好啦 其實 現在我們在說的事情 因為 現在我要做的事情 是一個人的行動 那 林醫生 你開始推行這方面的服務之下 那 你有什麼 就是有什麼辦法 可以說服一些人 是應該去做 就是 它有什麼好處 在個人層面 通常我都會用一些病例 就是過往分享的形式 就是講一下病例 給一些病人 就是 給一些群眾聽一下 其實我手上都有一個 挺好的病例 就是我自己經歷的一個病例 雖然我那時候在政府醫院 就不是經歷了很多人簽署 遇刺醫療指示 但是 這個病例呢 都是一個比較深刻印象的 那就是 是說一個 五十四歲的男性 那他 就是吃煙 吃了三十幾年之後 你都知道很常見的就是肺腫瘤 就是要診斷患上每期小細胞肺癌 如果是醫學 就是有醫學知識的人都知道 就是小細胞肺癌 其實是一種很難治癒的肺癌 那他診斷的時候 癌症已經 就是轉移去大腦和肝臟 那 做了化療和電療 但是 都不是太大的幫助 那醫生告訴他 他只剩下幾個月的命 那 但是他其實呢 一向呢 都不是太擔心自己 可能要過身這個問題 但是他最擔心的呢 就是 在自己 林中的時候 會因爲一些 不必要的醫療程序 譬如殺猴 心癌 等等 令他要承受很多同坐 那所以他決定在清醒的時候 就設立了一份預設醫療知識 那 給家人 和自己主診醫生 知道自己的醫院 即使他之後 因為腦轉移 有癲癌症 但是 他都 決定 在林中那一刻 就不接受癲癌治療 因爲他知道 都不會對他的病情 有什麼特別幫助 那最後呢 他就在 沒有接受 呼吸插口 心癌症 以及 沒有接受癌症 的情況之下 就很安長地離世 那 沒有特別承受 什麼都不錯 那 這個個案 就給我一個 就是 一個很大的啟發 就是 其實如果你 你懂得選擇的話 其實 或者是 你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願 那時候 你可以在一個很平和 很安長的情況之下 選擇離開這個世界 也不需要 就是 因爲 反而在林中那時候 要接受一些 不必要的治療 令到自己很痛苦 令到身邊的人很擔心 因爲身邊的人 日日見著你插著喉 用呼吸機 泵著 但又明知你不會醒 其實那種心情 都是很徬徨的 那 以剛才的例子 就是 你剛才說 那種三種 三種情況之下 其中一種 就是你那個病 是不會治癒不好的 那當然 是有些病 可能是 我們經驗上 在馬西亞的經驗上 這個細胞 small cell 的肺癌 基本上 傳染率是很低很低 那 作為一個 食煙三十年 他可能對於肺癌 我相信 腦海中一定都呈現了很多次 可能也有少許認識 那 即是說 他很清楚知道 他會面對一種 是治癒不好的狀態 所以他可以作出這種指引 那 好了 那當然 我們理論上 當你面對一個 是治癒不好的病 那就應該做 那 這個大問題是 治癒不好的病 是不是會有些情況之下 我們都是很難說得 說得出 是否真的治癒不好 那如果在那種情況下 是否那個抉擇 都比較難決定 那是否那個醫生 那時候決定 說病人自己到時都認為 我治療不好的 你不要搞了 那 其實 這份如此醫療指示 那是 最主要表達你的臨終的意願 那正如你剛才所提及的 就是 除了自己不接受一些 醫療治療方案之外 我亦都可以提及自己想接受一些醫療治療方案 那所以 雖然我們的最終目的是 希望病人 就是 選擇一個沒有痛苦的方法 離開世界 就不要一些 沒有用的 維持生命醫療 但是 我們 亦都很主張就是 病人的一個自主權 在這裏 那我們一直 其實 說著 醫學 現在這個世界的說話 都是 人權 人權 是一個很大的東西 那其實 病人的自主權 都是很重要的 那這份文件 又充分反應到 一個病人的自主權 這樣 那 那 你想想想 如果你自己 在一個 健康的情況之下 你 將自己 想接受 和不想接受的 醫療方案 講出來 是否好過 當你去到 完全昏迷之後 任由 第三者 幫你做好決定呢 那因為醫生 如果你沒有遇到 醫療治療的情況之下 醫生通常都可以 傾向 尤其在你 譬如去到病的末期 那你突然間轉差 那時候 醫生的傾向 都是 在未得到 家人同意之前 都會先急救你 他要根據標準的醫療程序 是的 要做完所有事情 才叫做完成了 他都會先急救你 所以 你會承受了很多 不必要和不坐 但是 很多時候 這些急救的程序 大家都知道 都未必可以挽救到一個生命 那我就相信 很大部分人 其實如果是了解 聽多些 明白多些 見多些 了解到病情 一些病的變化 就會 都傾向於不希望 自己在想中 那時候 太過辛苦 這樣 其實 很多人都覺得 走不是一個很可怕的事 其實最可怕是 給一些很 充滿痛苦的程序 扭著自己的生命 讓自己不知道走到什麼時候 那樣東西才是最可怕 因為你預計不到的事情 即是 預計到你自己將會很平和 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 心情方面 都是一個比較平和一點的 好過你完全不知道自己插著喉 要等到什麼時候 我亦都由另一個角度去看看這個問題 可能我們不是預期會看到這種情況出現 因為我最近有個朋友 在泰國度假中風 在泰國Buket那裡 醫院住了一段時間 他當時就用很多方法 針灸、按摩、很多很多物理治療 然後回到香港之後 去到馬里醫院 他都要求私家訪 他反而覺得 原來泰國醫療的服務 比香港所經歷得到更好 其實我想問的就是這樣的 譬如我預設醫療指示 譬如這個病人這樣 他可否這樣說 在香港醫院裡面 萬一我中風是坦了、昏迷了 我要求你們應該是可以試試用針灸 或者試試用同類療法來救救我 這就是一種預設醫療指示 除了你用一般的西醫的做法 我已經說明你試試用同類療法 英國皇室用的方法來救我昏迷 其實我本人在現在醫管局都是洗衣為主 但其實他都接受其他的療法 不過要病人簽署一份擔保書 任何其他療法導致的後果 我院方不會承擔 如果病人或者願意簽署一份擔保書 其實他可以同意給你在醫院進行一些針灸 服食中藥 現在香港是這樣嗎? 現在可以的 很多人的感覺上他們會放棄你的 要用這些方法你不要再回來 好了 在現在工作方面 如果別人需要你的服務 你曾經所講及到 你用一個例子 其實拿這些例子也是對的 人們可以明白得到 這些情況是真實的個案 如果那個病人真的有 已經吃得很厲害 又有機會患了這些細胞肺癌 你可能都可以說服他這件事 還有其他的情況 你可以讓人想像得到 做這件事對他們來說是有效的 因為始終香港的問題 就是香港大部分人都去公家醫院 林醫生做過一個調查 原來百分之九十香港人去公家醫院 我真的不知道 既然是公家醫院 我發現那方面 不是直接影響我 當然是間接 我經常說香港人住貴屋 因為香港醫療 令到我們的政府開支太厲害了 如果沒有私家醫療保險公司的要求 你做這件事 那一般香港人還有什麼好的動機 他覺得做這件事是應該去做的呢 你還想一想到 在現在一般病人的立場來說 我想最主要的動機 是希望自己在臨終的意願得到尊重 這其實是最主要的動機 就是 你說其他的動機就是 包括了 就是 免除一些不必要的爭拗 比如 在一個很常見的情況之下 在現在的社會 就是 當你病情去到一個比較差的情況之下 入院那時候 家人很多時候都會為了 臨終的醫療決定 就有很多爭拗 有些家人就說 要繼續 某些治療方案 有些家人就說 他都很辛苦 不如不要繼續 那麼 醫生第三者 其實你們家人如果一旦 去不到一個 共同的決定 那時候 其實醫生都很難 因為他要尊重你們家屬 和病人醫院 他很難幫你做一個決定 那麼其實 這個預設醫療指示 就免除了這個不必要的爭拗 因為 最終 大部分 根據調查就顯示 包括安樂死也好 其他如此醫療指示也好 就是大部分人覺得 最終 應該受尊重的就是病人本身的意願 那麼這份文件就是 正正是 令到病人本身的意願 得到表達 那麼 令到一些不必要的家屬之間 和醫生之間 很難去做決定的事情 就 一個很輕鬆的情況之下 做了一個決定 其實我相信大部分病人 一般人都不會想到的 當他面臨這個決策之後 家人就會有很多層咬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會想到這一層 可能最簡單的 大家容易接受一點的就是 減輕無謂的痛楚 和減輕無謂的醫療消費 其實最終是達到這個目的 已經沒有得救了 沒有需要了 很無謂 為何要繼續痛苦呢 繼續用不斷地花費醫療費用呢 而美國的統計是30% 在這種情況之下是花費了 而做過的醫生都認為是無謂的 我相信這是最重要的訊息 當然香港人都 始終我們香港人對於醫療的能力 醫療的局限 他認識始終是很膚淺的 好了 我也希望 如果人家真的需要這種服務 人家如何找林醫生 你可不可以給你的電話 也好 你的機構的名字 讓大家如果上網也找得到 我的電話就是 97006317 可以直接找到我的 我的電郵地址就是 info at a weakening-foundation A-W-A-K-E-N-I-N-G-Foundation F-O-U-N-D-A-T-I-O-N.com 你可以透過這兩種方式 可以聯絡到我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 想幫自己設立一份 如此醫療指示的話 好 那我們 自力更新的節目 其實都是 我可以說 我們香港近好大行動的 一個 一個平台 一個 一個宣傳平台 最近香港近好大行動 已經決定 我們會廣泛 招收大家的 所謂的語言 也好 或者參與者 我們的網站 已經做好了 我們希望 多些人加入 香港有很多的問題 需要用具體行動去做 包括我們如果 將來要推動 安樂死 或者我們想多些人 認識 預設醫療指示 或者我們覺得 最後都覺得 立法是一個方法 這樣 我們希望有人 即是 要採取行動 自力更新 自己幫助自己 不要靠 因為沒有人靠就可以了 好 我們很感謝 我們今次 林東醫生 跟大家分享了一個 很重要的課題 我相信 他是唯一香港 在做這件事的醫生 好 那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哎呀 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 好辛苦啊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哇 那麼好 那買多個 分享給二婆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 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